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仰赖出口的一个国家 当然我们跟中国大陆的贸易 虽然说可能大家在情感上 会觉得比较有一些隔阂 但是在经济活动上是非常密切的 但是其实在4月的时候 中国大陆首度像WHO提起 对台湾进行贸易壁垒的调查 而且主要其实台湾 其实对于中国大陆要进口的商品 有非常多非常高的限制 而且这个品项达到了2455项 当中包括哪些产品呢 像是农产品还有纺织 还有五矿化工产品 那现在这个调查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而且它的日期落在10月15号 但是可以延期延到了明年的1月中左右 那是不是其实如果中国大陆 有这样子的动作来说的话 对台湾其实是不是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训 这个当然有点警训 当然就是这个 因为大陆以前对WTO的一些申诉 大陆尽量避免 为什么 第一个是爱化台湾 第二个 避免台湾秤君张旋王的主权 所以大陆以前的调查都是 第一个是没有智慧台湾 然后第二个是呢 他派的调查专家的团体 也是以民间 不是一个官方的身份 尽量不要走一个官方的主权 现在我据我称名来说 虽然有提出胜负 但是会不会走正常的程序 都还是个村医 所以这只是做错样子吗 或许有些人解读是在做样子了 当然对台湾有点警训了 当然这些东西像比如说240 2455 像大概包括农产品仿制 公共产品占台湾的GDP产值是不高 但是当然有多少的厂商可能有点生计的问题 这些比较弱势的族群都会有影响 可是呢我觉得就是说 会不会当中国的学者就说 我们要报复 会不会以这个就是说 我也限制你2000多项的产品 第二个是我会针对一些 比如说一些台湾出口比较大众的一些厂商 来做一些制裁 有人说会EGFA 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警讯 就是为什么 像我觉得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和平大战略 是没改变的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看看 如果说将来两岸的三通小三通 或是两岸的这个陆克观光 或者是EGFA 这些都是一个small signal 一个一个的小的signal改变的话 就会告诉你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和平大战略的架口改变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小的match去了解这问题 当然台湾也可以主动做一些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 因为台湾有700多项 我们对大陆建制2000多项里面 我们700多项是 我们根本没生产的农产品 为什么不开放大陆进来 这个如果开放大陆进来 那我们也好说 我们也在努力中 这都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 等于说其实是先行有点释出善意 但其实对台湾可能体制内 没有什么太多影响的这些评项 或许可以先开放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这个 因为其实台湾可以说是 这个顺差金额非常高 到达1565亿美元 当中台湾每年出口的38.8% 都是到中国大陆去进口的 其实只有20% 这个数据当然跟美国相比 这个真的是差非常多 那如果以这样来说的话 好如果今天这个WTO真的确定 台湾贸易壁垒可能是违规的 如果真的有一些相关的举动的话 台湾的哪些产业会受到影响 台湾产业其实这边包括农业 工况产品仿制 然后如果像比如说 如果开始涉及到AGFA AGFA很多是农产品 还有一些工具机 还有石化产品 这些东西比较传统产业 跟农业影响比较大 但是呢这些人就说 虽然他的产值不高 但是其实就业机会 也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冲击 对那我们再来看到 其实当然我们说 这一次的可能行动 对台湾来说 或是对台海的关系来说 其实是有非常高的政治遗憾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的确这个调查的报告 到底差不多大概在10月中 左右应该要出来 但其实可以往后延 延到2024年的1月12号 这一天非常敏感 因为刚好就是 台湾的总统大选前一天 我想要请教副作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陆当然 这里面有高度的政治遗憾 大陆片面的也希望可能 有看过农民力挑战 对对对对 也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选举结果 间接的影响 他们的选举过了 不过当然很多人认为 乐观认为说 台湾跟大陆是一个 互补性的经济 我对你依赖 你也对我依赖 所以但是这个 有时候不太成立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中国大陆是 中央集权的国家 我甚至为了 如果我今天为了 这个和平和什么战略的 考虑的时候 我甚至可以 不考虑成本效益 所以这就是我们 必须要稍微小心一点 但是我刚刚就讲的 就说中午如果开始调查 开始做一些负面的动作 一个接着一个来的时候 台湾就很小心 因为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片面浪力 和平的大战略 有点在松动 等于说 他其实中国大陆 对台湾过去 我们可能想说 也许经济上是一家人 可能可以延续到 一些政治的层面 但目前看起来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 单方面 让利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而且大家在讨论说 刚刚其实 副作也提到说 到底ECFA 有没有可能喊咖 因为其实台湾的经济来说 是非常依赖ECFA的早收清单 其实对我们的房子 拉机 卸实化等等 都是有非常高的 这个相关的抑注 中国大陆也是台湾 这些传产 来说非常重要的市场 那这个副作怎么解读说 ECFA接下来真的有可能会喊停吗 这个ECFA喊停 其实我觉得理论上 他当然如果对台湾 还有期待的时候 就不会喊停 所以理论上是 应该是不会喊停 除非就是他已经 全面的大战的改变 因为大陆他其实跟政府 跟官方跟民间是分开的 就是说我对官方是硬的更硬 软的更软 我要去讨好这些 这个一些中南部的 一些传统产业的一些发展 所以如果是在两岸 一家亲或什么之类的话 这个是不会喊卡的 除非说他开始 整个的大战略会松动 所以等于说现在还说 棍子跟胡萝卜还是同时的丢出来 但其实我也蛮好奇说 其实我们过去在讲说 台湾的经济过度的依赖中国大陆 所以说蔡政府也提出了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分散风险的概念 其实全球都有这种概念啦 那蔡政府在之前就一直在提出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希望可以分散我们对中国道的依赖 那您怎么看说我们要脱离中国道的依赖 还可以怎么做 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南向政策新南向 好像没有太多实质上的成效 最主要是新南向当然有一定的帮助 就是这个分散风险 但是不要忘了新南向的国家 其实基本上都是中国大陆第一大跟第二大贸易伙伴 所以这就是说官方能着力的相对有限 但是从我们现在看新南向 还有看这个美国的去中化长线的大战略 美国去中化第一个当然 间接的希望说你可以到新南向布局越南 但是美国中长线的大战略是三个地方 一个是墨西哥 纳西哥 一个是东欧 中欧 像捷克 匈牙利这一代 第三个是美国真正看中 就是去中化的长线大战略伙伴就是印度 因为为什么印度量体够大 人口够多 然后对中国大陆军事 这些东西也比较不怕威胁 那美国还可以有一点点一些可以影响的一些空间 所以你看美国跟中国大陆自然极力拉入印度 那美国的其实长线的战略 第一个我现在去中化先高科技 手机让你就会觉得最终的目标是 十亿住行娱乐各方面 比如说我可以通过Nike 让你移到这个比如说一些纺织品 一些从移到印度移到其他地方去 让你十亿住行娱乐的代工商机 从中国大陆移到各个地方去 削弱中国大陆的各方面的竞争力的时候 他就没有把威胁到中国 所以我们在南向布局 在全球布局的时候 还要考虑美国这个目前的去全球化 去中化的一个长线大战略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美国是采取一个去中化的态势 然后目前看起来如果以这个副作干的说法 我的截图是 是不是其实他也有点默默想把中国大陆 所谓的世界工厂的这个状况把它拔掉 那如果其实我们过去也因为受惠这个 中国大陆是个世界工厂 我们也有非常多的利益 就是周边的利益存在 如果这个美国想要把相关的世界工厂 或是相关的制程 不论是食衣住行也好 搬到印度去的话 台湾这当中 是不是其实能获得到的利润也减少 还是我们应该要进行什么样的布局 我觉得就是去中化 当然因为不见得每个东西都可以离开中国大陆 特别是以中国为市场的 像还有运输成本很高的 比如说像手机 前六大手机厂都在大陆 你怎么离开 这是很难 所以第二个就是一些比较重量 体积比较重的 运输 运输工具 钢铁这些水泥 这些东西比较难移动 但是其他的就有可能会慢慢的移动 美国的去中化长线也是慢慢来 它一开始从高科技 对它影响最大 再来是从手机 PC 最终可能是食衣住行娱乐 这方面都开始去做移动 从政府的思考来说 当然如果我们从经济效益来说 因为中国大陆的群聚 人工劳动力相对是比较好的 但是你如果考虑地缘政治两岸的紧张 还有美国去中化长线不去 还是要相对分散风险 所以美国现在提到 不是只有考虑效率 不是考虑到以前就是效率 现在考虑到你的韧性 包括民主同盟 民主阵线 韧性供应链 所以这个方面考量的话 成本效益就不是唯一的因素 那如果到印度到东东 我当然成本会比较高 但是相对来说 也是美国在主导的一个布局 因为台湾是代工厂商 你本身没有主导力 比如说Apple叫你去哪里 你就要去哪里 Nike叫你去哪里 你就要去哪里 这是这样子的